7月29日晚 缅怀旅日华人歌手 中日文化交流使者 乌惠敏音乐会 歌声与微笑 在东京和上海连线举行 音乐会得到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 和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支持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 米田麻衣出席活动致辞 并宣读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 贵岛善子的书面道词 请看本台记者报道 旅日华人歌手乌惠敏 90年代初从上海到日本发展 一直活跃于中日音乐舞台 和电视广播节目 是第一位在NHK红白歌会 演唱的中国大陆歌手 并应邀在明古屋市博会 上海市博会等大型活动演唱 用歌声构筑友好桥梁 被誉为中日文化交流使者 去年7月29日 乌惠敏音并在东京英年早逝 许多中日歌迷声表遗憾惋惜 在乌惠敏事实一周年之际 为缅怀乌惠敏给人们带来的难忘感动 以及为中日友好做出的贡献 乌惠敏的姐姐旅日华人二胡演奏家 乌谢慧 以及与乌惠敏有国合作和交集的中日各界人士 共同发起举办本次音乐会 并得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 和上海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支持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 米田麻衣在上海会场致辞表示 他曾多次在现场观看乌惠敏的演唱会 深受感动至今难忘 乌惠敏用他动人的歌声和微笑 给人们带来美好感动 为增进日中友好做出了杰出贡献 米田麻衣宣读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 贵岛扇子的书面道词 贵岛扇子在道词中 感谢乌惠敏生前积极支持参加 日本驻中国使领馆举办的日中友好活动 并给予高度评价 贵岛扇子表示 本年は日中国交正常化50周年の節目の年です 彼女のもたらしてくれたものは歌を愛する者に超えられない川はない 国は違っても一つのメロディを共に歌い感動を共有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確信でした 今日は画面越しではありますが 大使館員も皆さんと一緒に彼女の音楽を楽しみながら 彼女の果たした大きな成果に思いを馳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大使館としても一緒にこうした交流を一層推進しようとの決意を新たに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最後にアミンさんのご冥福を改めてお祈りするとともに 日中関係のさらなる発展を願って私の挨拶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音楽会上 制作团队从吴慧敏的唱片和露音中将她的歌声分離出來 由和吴慧敏有握合作的演奏家在現場伴奏 配上吴慧敏的视频映像 从而呈現与吴慧敏同台演出的效果 音楽会演出了十余首吴慧敏的代表作品 观众仿佛欣赏了一场吴慧敏的演唱会 追忆与吴慧敏一起经历的时光 回首吴慧敏为中日友好交流走过的岁月 吴慧敏的姐姐 吴慧敏的姐姐 和第二故乡上海和第二故乡日本连线举行很有意义 她向中日各方表示感谢 并表示今后将加倍努力完成污慧敏未尽的事业 《星星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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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い